在整个秦末汉初的历史上,向良绝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尽管在指挥打仗方面,他比不过韩进,在个人武力方面,他比不过他侄子项羽,在识人用人方面,他可能也比不过刘邦。 但这样的向良,如果没被张寒偷袭干掉的话,他其实原本是秦朝末年,最有希望统一天下的那个人。 至少,他的希望远比刘邦要大得多。 向良的故事,其实可以算作项羽故事的一个潜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潜传,后来也就没有了项羽这位西楚霸王的存在。 而这个故事的开头,其实是战国末期那场秦灭六国的战争。 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楚国这边负责领兵的大将,名叫向燕。 这个向燕所在的向家,当年在楚国内部,也是最顶尖的豪门贵族,向来已能打仗著称。 而在秦国灭楚的时候,便是这位向燕挺身而出,抵抗秦国的进攻。 只可惜,后来向燕还是败给了秦国的那位名将王剑。 而向燕败了之后,楚国也很快被灭了。 这个向燕,就是向梁的父亲,向羽的爷爷。 在那场秦灭六国的战争结束后,向梁作为向家人,侥幸活了下来。 但同时,因为楚国被灭,向家的地位自然也就彻底衰落了。 虽然祖上留下来的一些家产还在,但是社会地位已经彻底没有了。 最要命的是,秦朝开国之后,向燕已经死了。 这也就意味着,向家没了带头人。 此时的向家,颇有一点群龙无首的状态。 一个失去了社会地位,家里没人在高层做官,只剩下一点家产和土地的秦朝大家族。 到了这一步,衰败其实已经是一个必然趋势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向梁站了出来,继续扛起了向家的这杆大气。 虽然向梁本人在秦朝的时候,没有任何官职在身。 而且,按照当时秦朝的用人钱规则,很多当年六国高层贵族的后人,也很难过政审这一贯。 这就注定向梁不可能通过仕途这条路,完成向家的复兴。 所以,在这之后,向梁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这条路,叫做地方豪墙。 所谓地方豪墙,就是只在某一个县或者郡的范围之内,靠着家族或者钱财,拥有比较强大的社会关系的人。 这帮人虽然本身不做官,但是却可以靠着强大的人脉关系,成为地方上灰色地带的领导者。 如果单从影响力来看,甚至比一般的县令还要强。 以向家的情况来说,向梁如果想做一个地方豪墙,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首先,向家本来就是贵族,在当地影响力很大,口碑不错。 其次,向家有钱。 秦朝开国之后,虽然向家的爵位和地位没了,但是祖上留下来的那些家产还在。 所以,秦朝开国之后,向梁就开始各种跑关系。 借助向家在当地的影响力,再加上银钱开刀,很快当地的秦朝官员也都被向梁拉上了关系,成了向梁的保护伞。 保护伞这个词,用在向梁这里,其实还真是一点都没错。 据史书记载,在秦朝期间,有一次,向梁在岳阳县犯了事,直接被抓了起来。 史书上虽然没记载,向梁当时到底犯了什么事,但是显然,向梁当时遇到了麻烦。 而且,岳阳这个地方比较特殊。 这地方不是当年楚国的地盘,而是秦国的地盘。 甚至于当年商样变法之前,秦国还曾经拿这块地方做过首都。 如果是楚国的旧地,向家的面子或许还管用,可是在秦国旧都的地面上,向家的这点人情可就不太管用了。 但有意思的是,接下来,向梁只是往自己家乡那边传了个口心,联系了一下自己的朋友曹旧。 这个曹旧,当时正好在向梁,家乡那边的齐县监狱当官。 而曹旧收到消息之后,就给岳阳这边的同行司马兴写了一封信。 咱也不知道信上写的是啥,反正最后,向梁直接被释放了。 这是在正史上,只是记载了一句话。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其实是会觉得细思极恐。 一个前朝大将的儿子,到了本朝之后,没有任何官职。 然后,这个人在陕西范鸟市进了监狱。 结果安徽那边监狱系统的一个地方官,马上跨省过来打招呼要人。 事后还把整个事情彻底摆平了。 这得是有多强大的关系网,才能做到的事情啊。 更扯的是,后来向梁还直接在外边杀了人,犯了命案。 而杀人之后的向梁,直接跑到快基军的吴县那边去避难。 因为当地的县令和他关系不错,所以这时后来也被压下去了。 哪怕向梁身上背着人命,依然可以靠着头上的这些保护伞,在吴县正常生活。 同时,同样作为向梁长辈,后来在鸿门宴上救了刘邦的那个向伯,在这期间也曾经杀过人。 而向伯杀了人之后,跑到快基军旁边的似水军,最后一样是啥事没有。 由此可见,向家当时虽然失去了地位和官职,但是在江苏这一带,影响力还是很可以的。 而这一切,恐怕都要算到向梁的头上。 靠着这些关系,成为地方豪强之后,向家暂时算是安全了。 不过这个时候的向梁,依然不满足于此。 接下来,向梁开始筹划复仇。 在向梁的组织下,向家很多适龄的年轻人都接受了最好的教育。 比如说向羽,想学文化学文化,想学建法学建法。 甚至就算是兵法之类的东西,向梁也能直接教他。 如此一来,向家的下一代年轻人自然就变得非常优秀。 这就为向家在下一代的崛起埋下了一个伏笔。 同时,向梁还在向家内部公然铸造假币,然后拿着假币去买各种武器装备。 撕造假币这种事情,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那都是顶格处理的大罪。 可是向梁这么做了之后,非但没人查他,反倒有很多人开始追随他。 就这样,靠着丰厚的家产,以及庞大的关系网, 接下来的几年里,向梁几乎垄断了当地的殡葬业和劳务派遣行业。 每次国家要求出姚毅,县里直接找他,让他去找人。 至于说怎么找,那是向梁自己的问题。 每次当地要办大一点的丧事,大家首先想到的也都是向梁。 靠着这两个行业,向梁逐渐为向家积累出丰厚的人脉关系网。 当时在快积郡的很多地方,对于底层百姓来说,向梁说句话, 甚至比郡守大人说句话都好使。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之后,等到秦始皇去世,天下开始乱了。 接下来,陈胜吴广在大则乡起义。 没过多久,这股浪潮就卷到了快积郡这边。 当时快积郡这边也开始人心浮动, 甚至就连当时管事的郡守都想直接起兵造反。 不过,这位郡守手底下没有军队,想要造反, 就只能和当地的豪强向家联手。 而接下来,当这位郡守派人去请向梁过来商量的时候, 向梁同时带来了自己的侄子, 叔侄二人一起过来谈事。 在谈事期间,向梁直接找了个机会, 指挥自己的侄子项羽干掉了这个郡守大人。 然后又仗着项羽的过人武力, 在郡守府内大杀一通, 最后直接接管了郡守府。 在之后,向梁以郡守府为中心, 开始联络那些和他熟悉的秦朝官员, 以及当地的一些地头社。 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向梁很快接管了整个会计郡城, 并且从当地招募了八千人, 组成了一支军队。 因为向梁之前早有准备, 早就已经训练出近百位优秀的年轻人。 所以这八千人被招来之后, 向梁直接把自己已经训练好的这百余人, 分散到这八千人当中做小头目。 就这样,在极短时间内, 向梁就有了一支成剑制, 而且战斗力很强的军队。 这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八千江东子弟兵。 有了军队之后, 向梁开始迅速占领整个会计郡, 然后又以会计郡为中心, 不断攻城掠地, 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就这样,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向梁很快占领了一大块地盘。 而在这几个月当中, 因为陈胜吾广的存在, 秦朝正规军也没空管他。 这就给了向梁稳步扩张, 缓缓提升实力的机会。 直到几个月之后, 随着陈胜吾广先后战死, 秦朝才有精力注意其他的起义军。 而到了这个时候, 向梁已经占领了很大一块地盘, 成了剩余起义军当中最大的一座山头。 与此同时, 在当时的楚国境内, 还存在很多其他的起义军势力。 这些势力, 有的其实并不逊色于向梁, 而且他们的祖上, 也曾经是楚国的高层贵族。 而在陈胜战死之后, 这些人当中, 便有人直接称王, 号称自己合法同龄处地的一切。 在这个紧要的关头, 向梁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急着自己称王。 向梁去找到了一位当年楚国王族的后人, 然后把这个人拥立成了楚王。 楚国王族在楚国境内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而且很多当年的楚国老臣也认这块金字招牌。 所以在这之后, 很多楚国境内的地方起义军, 纷纷前来投奔这位楚王。 而此时的这位楚王, 其实是像梁手里的一个傀儡。 如此一来, 这些骑义军也就变相地投奔了向梁, 导致向梁麾下实力暴涨。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来自于沛县地区的草台班子, 在抢地盘的过程当中被对手打败了, 此时也来投奔向梁。 这个草台班子的老大, 就是后来开创汉朝的刘邦。 而对于刘邦的投奔, 向梁也没拒绝, 直接借给了他几千精锐, 帮着他回去抢地盘。 而等到刘邦夺回自己的地盘之后, 这时候刘邦的地盘里面, 也有一部分向梁的股份了。 正是靠着这种方法, 向梁迅速控制大量地盘。 此后, 向梁又以楚国正统的名义, 去征讨自立为王的景居。 景居也是楚国高层贵族的后人, 之前自立为王之后, 发展得也很不错。 但是在向梁的进攻下, 景居很快就抵挡不住, 最后兵败被杀了。 等到景居战败之后, 整个楚国境内的骑军势力, 已经再也没有敢违背向家的人了。 至少在明面上, 大家都承认向梁拥立的那位楚王, 才是真正的楚王。 同时, 大家也都在名义上, 接受了向梁的惯例。 在之后, 向梁又趁着其他诸侯国复国, 然后秦朝镇压这些复国势力的机会, 及时对其他国家进行增援。 如此一来, 向梁的势力范围, 就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楚国境内了, 而是开始向其他国家扩张。 当时的魏国和齐国, 复国势力的主力都被秦军打散了。 而接下来, 正是向梁的及时帮助, 才让这两个国家的复国势力, 没有被彻底消灭, 很快死灰复燃。 在之前的这些战斗当中, 向羽作为向梁的侄子, 其实一直都是扮演一个先锋将军的角色。 向羽本人确实很优秀, 但是在当时的向家军里面, 真正拿主意的, 其实还是向梁。 至于向羽, 这时候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 如果势头就这样发展, 接下来, 只要向梁能打败秦朝主力, 然后缓缓扩充自己的势力。 向梁其实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占领最大的地盘。 同时, 向梁还可以用那位楚王的名义, 让楚国不断扩张, 最后灭了秦朝。 等到实际成熟之后, 向梁也可以直接废了那位楚王, 自己做老大。 反正那位楚王, 也只是他手里的傀儡而已。 但遗憾的是, 接下来, 向梁却死在了战场上。 就在向家的势力疯狂扩张的时候, 为了救援齐国, 向梁亲自带着军队背上。 当时的刘邦和向羽等人, 就都带着军队, 跟在向梁身边。 而在向梁的带领之下, 楚国这边也是一路大胜, 很快就占领了大量的地盘。 但结果, 连续的胜利, 让向梁以及他麾下的军队, 产生了轻敌傲慢的心理。 与此同时, 秦朝的那位名将张涵, 则是彻底盯上了向梁。 接下来, 张涵在得到秦朝后方的增援之后, 直接找了个机会, 趁着夜晚偷袭了向梁。 当时的向梁, 身边的很多主力军队, 都被排到其他地方去抢地盘了, 自己身边军队本来就不多, 再加上之前一路大胜, 大家也都比较轻敌。 所以最后, 在张涵的偷袭之下, 向梁惨败, 直接死在了这一战当中。 正是因为向梁战死, 在这之后, 年轻的项羽, 被迫站出来, 继承向家军。 因为当时在项家内部, 除了项羽之外, 也没人比他更有威望了。 但问题是, 项羽太过年轻, 虽然打仗确实很厉害, 但是却不太懂政治。 这就为后来项羽的败亡 埋下了一个伏笔。 而随着向梁战死, 接下来的故事, 就是向羽的故事了。 从向梁的故事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如果向梁没死的话, 向羽其实最多也就是 他手下的一个将军而已, 向家也轮不到 向羽出来挑大梁。 而且, 以向梁的政治手腕, 后来也不会给刘邦 联合其他诸侯, 一起围攻自己的机会。 当然, 如果向梁没死, 刘邦可能压根 就不会脱离向家, 因为当时的刘邦 本来就是向梁手底下的 一个将军而已。 所以, 向梁要是不死的话, 刘邦和向羽 大概率都没有出头的机会。 而以向梁的手腕, 后来那位楚王 估计也翻不了天。 向梁最后 其实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直接统一天下, 建立一个新的朝代, 汉朝自然也就没有了。 但可惜的是, 正是因为在那个夜晚, 向梁大意之下, 不幸战死了。 所以, 接下来的故事 就是刘邦和向羽的故事了。 以史为静, 可以知心体, 以人为静, 可以明德诗,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从历史中进步。